大家好,主角在這裏,貓貓,美正正間 這組合作第一次,三個男人 但這集居然是想說女人,三個男人一起說女人 除了這個美女之外,這個也是主角 每一集都是她做主角 為什麼呢?我剛剛逛街,去銅鑼灣 美女,如江上的油漬,密度很高 這個地方有化妝品,有時裝 令我想起,究竟中外古今 那個地方對美女,都不同的 中外的美女,怎樣為之,定了是漂亮 就算是中國不同時代,都不同的美女 差很遠,楚皇浩世,公中多餓死 然後有楊貴妃,唐朝一定要夠胖 不單止,還有中外古今 所有美女的美女的美女,原來不是天然 原來是男性定出來的 其實是男性定出來的 即是男性的口味,決定了何美不美 女性怎樣叫美,怎樣叫不美 但這些女士有很大的意見反對 是啊,這個是事實 沒有意見反不反對 這個反不反對,沒關係 但問題是事實 男權時代當然是男人話世事 是啊,就算是當年女性話事的權利 譬如什麼呢? 譬如西雙版納,沒有社會 就算沒有社會 即是摩梭族 摩梭族裏 就是女士怎樣漂亮 都是根據男士的眼光來決定 即是顧客永遠是對的 不要用顧客太過黑膜 即是仍然是… 這位女士不反對 是的,仍然是男士 但是很奇怪 除了人類這樣的萬物之靈 其他就不是的 譬如我舉個例子 所有的動物是紅性為最漂亮的 無論你是獅子、老虎 漂亮那隻,你看到一隻… 牠是啟女 沒錯 牠一旦要很威,一旦要很漂亮 鳥女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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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經常說 雁兒-羊是藍,少就是女 原來只有藍的那隻很漂亮 藍才是最漂亮的 、女的那隻不漂亮 水獎也不 primero 明白嗎? 灰洽啡,灰派啡 cable 雞也是,紅雞的字有很多用法,可以引伸到這樣,很形象化 但你看到紅雞是真的威武,而且有形,吸引而盛 唯獨人類萬物之靈一倒轉,男人都要漂亮,也不是,古代男人要很威武 美武招親也有,但女性的美反而多人說過男性的美 美女美女,很少說美男,一說美男,一說美男,潘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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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宅果刑居 但再想清楚一下,你會發現有點激烈的,那個時候 那個時候南朝的男人就不夠男人,進朝的男人才不夠男人 就是不夠男人,很快亡國了 對,叫複粉蛤狼,男人專門塗粉,不塗到他的臉白白 這樣就為之,很英俊 剛才你問那個問題,一會兒我們可以商量談談 挺有趣的,我想聽眾都有些意見 為什麼唐朝喜歡肥的呢? 會不會是跟他們少數民族一樣? 這個對 你瘦得太,女人瘦得太,身體不好 那你怎麼可以彈育一個比較健康的下一代呢? 這個是對的 這跟男權社會很有關 不止男權社會這麼簡單 阿洋也沒有詞出一件事的 楚王好細腰的那一件事 主流來說,中國傳統文化裡 都是推薦一些弱的女人 甚至後來發展成為要扎腳、鑽魚車、三步不出歸門 其實那個所謂的審美眼光都有點勉強 農邦社會可能是跟柔木社會的官員不同 有不同的 這就是重點 楚王好細腰的時候,跟三川根源其實都有關係 楚王好細腰的時候 因為楚王喜歡宮裡的美女 不能夠能歌善舞 那些肥婆,倫倫盡盡 怎麼跳舞啊大哥 老實實 你跟著音樂轉都轉不到一個漂亮的身 當然我又不能夠一足夠打掌船人 視乎你看什麼都沒有 但是楚王很喜歡那些爹力奇的 漢朝都有趙飛燕掌上舞 掌上可舞嘛 所以跟他沒有關係 到南唐的時候 密良 第一個就是所謂報報金蓮 那時候你看到他的扎腳 為什麼扎得這麼小呢 因為他就要在那個地下 那個圖案的金蓮上高 一個寶寶寶寶寶寶 那些金蓮金 我想不會弱到整個廳那麼大 那個荷花不是金蓮 荷花啊 變成他在那裡跟著那個圖案跳舞的時候 一定的腳很小 而且這樣扭動的腰枝一定是很美妙 所以在那時候開始 三寸的金蓮越小 慢慢文化演進 那些水人的色情人 就說 最喜歡那個女人三寸金蓮 第一個摸的不是摸她的胸 又不是摸她的粉頸 又不是摸她的麵珠燈 那是摸她的腳 好恐怖 我見過那些金蓮金蓮 拆開阿婆的扎腳布 哇大哥 洗的洗過 洗過 洗過但不是正常形狀 很噁 這些就叫做 obsession 強迫症 逐臭之歡我真的明白 為什麼這樣那些男人都很喜歡 我不明白 就說一隻手可以 形 曲 就是 捧著 一隻手就捧著 上床之後 你看過金平妹的電影 西門慶最喜歡幾件美妾 李平怡 吳吳吳 吳吳吳 吳吳 婚金蓮 推出腳 從腳上開始 慢慢摸起 最喜歡 忍的就是忍的腳 很仔細的 剔手邊的忍 忍的腳 這個癖就是這樣 沒錯 沒錯 而且還要 找他的那隻 杯 剛才你說 那隻腳 那隻鞋 就做個酒杯 倒一些酒 慢慢拿著 當作酒杯 那樣喝酒 你說加上那些味道 那隻是覺得正 鬼佬都有類似的東西 我不敢說變 法國佬都喜歡用高跟鞋來喝香檳 有啊 有啊 現在的女士做高跟鞋 其實高跟鞋的設計 和你中人設計的三鞋 的概念是一樣的 其實很不健康的 他都是強迫你 用一個不正常的姿勢來站 於是令到你身形產生變化 走的時候就有樓下 好可怕 好可怕 但是你知道 因為穿了高跟鞋之後 你的人走路的時候 左腳右走的時候 必定扭動你的臀部 我們經常說的Cat Walk 像貓這麼聰明 Cat Wal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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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ay 小腿 也會收緊 很性感的東西 下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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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真事 真事 你不要說我好色 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以前的人不做運動 他戴上腰封 他不做運動 他不可以動 你不做運動 屁股就會扁平 會墮 墮 有墮性 這樣就不漂亮 沒錯 你屁股扯 你才會有性感性 引起你男人的衝動 又是男人搞出來的事 沒錯 不就是了 如果不是要把胸托上下陰 吃東西掉進去 不知道怎麼找出來 交給你 交給我 女士現身處罰 不關女士 既然已經踢爆了 你放心說你的問題 放心 這個樣子還有 補充女王的贈慶 他剛才說 女性對那個陰 必定要賺 某部分的肌肉 要選 在中國 就不是用這個方法 他還未發明高僧鞋 是用什麼呢 歷史記載的 說那些妓女要坐肛 坐什麼肛呢 一個很細口的 一個摁肛 下面很大的 那是什麼意思呢 因為下面有空氣 你坐下來之後 你就吸 你一絕的時候 那個真空 那種狀態呢 使得你那個 剛剛的部位 包容 現在用這個字 我明白 包容了那個口 那個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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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下面的空氣少了 它就有一個拙力 拙力 拙力使得那個陰 就慢慢被它拙得多 拙得多 它就會有一個 伸縮肌 嗯 就 斷練肌肉 是的 識住血 以前其中一個 很過癮 如果真是唐西 豐原部 有這段時間 如果不是 刺官踢爆 大家就不明白 有一個形容詞 是什麼 為什麼整天會 提及一個詞 叫李如咀 是呀 八案叫絕 是這樣 又要 說到李如咀 又不是老夫 又不是老夫 又是教壞你 這個事實又真 是道獨來的 唐西風原部又寫 大家又不懂得看 這是知識來的 你上課的師生不可以教 民族知識 人字邊 俗語歌俗 他說 去到越戰的時候 很多美軍 沒有解決過性慾 他們有一些美軍 想到一條計劃 原來在河流 或者山溪裡 捉了一條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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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覺得很有人 於是 那條魚捉了 就不吃了 當然了 那當然了 沒有牙 沒有牙 也沒有魚 就捕了 所以 跟他異曲同工 就是這樣 剛才說 所以 又留意了一件事 女士雖然面對這個 很不正常的運動安排 才算 為何還會樂此不彼呢 這是另一個問題 這才怪 你說的 族 就是民族 就算結婚的分族 其實都是男人 搞出來給女人 全部都是 男人要由老爸 牽著女兒的手 交給丈夫 在家重複 就出家重複 那些左膠的女權主義者 經常罵男權主義 但我見他們結婚的時候 就是這些 中西風 都壞了 做小樣都不行 我叫他們不要做這些 他們會發我脾氣的 當然 我不明白為什麼 在西方 譬如在基督教婚禮 那個婚禮 事必要有頭沙 為什麼呢 為什麼要拿頭沙 將來要由丈夫揭開頭沙 你問過宗教人士 或者問過家婆 或者問過新娘 他認識 我就做了一份人情 厲害 多數不認識 當然是不認識 這個是最早古老 中世紀的時候 是怕魔鬼 邪惡 他搶了新娘 所以 鏡子很漂亮 就搶了他 那時候 覺得世界上有惡 這個心理陰影 差不多是DNA 是有原因的 為什麼 東西方 都依然會有頭沙 原因就是 楊已經有讀歷史就知道 錢穆有踢爆 話說古代 婚姻是搶的 最早 搶婚祭 所以為什麼 你發覺婚姻的 習俗制的形式 有這麼多 繁文玉子 其實都是重複 搶略與熟人的情緒 還有 那些姊妹 阻止 清淨來搶 是啊 都是這個影子 他們玩也要玩 有你了 有你了 又要給你說話 對不起 搶婚搶 不夠麥 不只是東方 西方 所有地方的婚姻 都是搶回來的 Best Man 為什麼叫Best Man 他不只是幫他搶走 幫你擋走 他是肩膀來的 打的 打的 他肯為你死的 幫紅軍 Body Card 還有 就是 在洞房的時候 他在外面守住 確保你取也沒有用 如果要留東西 沒用才行 沒錯 正發了才行 還有 以前的新娘 有一個動作 現在不是拋花球 是拋物帶 拋物帶 拋出去 就說以前有什麼 舊情人 恩恩怨怨 從此了斷 沒錯 你拿回去索 我都不理你了 總之 你不要再想了 已經被人拿走了 是的 這個 呂王 以女兒身 有女士出來隔救我們 所以說出來 有個三志工在說 例如說女士不同意 不會不會 我們說的是事實 搶婚的傳統 其實在人家的DNA 深深落印著 所以為什麼東西方 都是女士的習俗男意 李江鑫的包子頭 其實是戰利品 看著臉 不要被人看到 不要被人看到 到了演化到後來 中世紀有宗教說有魔鬼 有 evil 來搶他 把心理上的敵人搶傷 形象化變成魔鬼 還有 你知不知道 在西方 新娘車開 新娘車開 未開之前 他們兩個進入禮堂的時候 有人殺米 跟驅魔儀式一樣 沒錯 中國也是 你知不知道 中西這些東西很多時候是一樣的 用意一樣 但是儀式不同 儀式不同 三字經有教 嗯 性相近 就是習相遠 習相遠 習慣相遠 但是性呢 本質是一樣 但是你明白了從何而來之後 就明白為什麼 所以呢 又由剛才說 為什麼阿伯拖著女兒 要交給那個女婿呢 就是把這個責任 保護他的責任 交在閣下身上 一個男人交給另一個男人 對 不會交給外母的 又不會由外母交給外母 又不會由外母交給親家老爺 沒有他用阿哥也要做 同輯裡面最有背份最高的男性 老爸如果死了就找阿哥 還有大哥 所以這個就是一個搶婚制度的延續 而那些女士都樂此不疲才會過人 所以我還說了一樣 你們經常講女權 你知不知道你們連金珠都送了 那你怎麼講女權呢 金珠是中國的 都有類似 都有類似 但是我想再進一步說 兩個東西方都有這個雜族 這個雜族現在是轉化了的 這個叫什麼呢 這個叫初夜權 聽過沒有 你初夜權有沒有使用過 我沒有想過這些 我連婚禮都沒有搞的 我還以為婚禮不需要搞的 進去簽個名字 翌日上班 就是這樣 沒有解決過初夜權 沒有 初夜權呢 這個呢 一會兒不知道是女王要不要來講 初夜權 一定要講講 因為我們男人都說了 又要說你老狀 老狀 在古巴比倫 我們已經講過一次了 有些叫廟記 廟記是做什麼呢 那個女孩子還是處女之身 他就要在巴比倫的廟裡等著 等著一個不知道什麼的男人 進來跟他開包 跟他做第一次 還要付錢 還要付錢 陰功在什麼呢 一會兒要找女王講講 他說不行 這個廟記陰功在什麼呢 如果他的尊容 是有一群差不多的 怕自己坐十年八年 進來哥哥 很難遇到一個盲功 又可能遇到一個人 好像劉天賜 那麼善心 這樣呢 你就真的有時間等 即是沒法事 沒法事 你好的那些 好似他說 像李嘉欣一樣 這樣就不行了 奇悶於是 我還說似 他做一次就離開了 他最重要是開了那一次 即是說 第一次的權 是要給在神廟裡的陌生人 當然 這個初夜權 亦有一些 給了一個長老 給了一個祭司 最高級的那些人 那些人 那些人可能 現在為什麼要留定鬍子呢 我就假定自己是長老 有優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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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這個是想像的 那我需不需要留些鬍子 那些人說我留了鬍子之後 他的樣子惡 我就糟了 你先搶一下養姑 你先 你先 可以可以可以 他脫了 他脫了 次姑喝水 喝水 你先說我 你說初夜權 那樣東西 我去過雲南一個地方 很有趣 那裡有少數民族 他們流行怎樣 大家就說 那時候唐西 現在的人都是這樣 不過買宵見少 但是呢 好有趣的 雲南那裡是怎樣 就是 十二三歲 有公家泡房 麻煩大家 輪流約那女生出街 輪流去泡房 要自己約 沒錯 媽媽不會幫你的 自己約 自由戀愛 雲南那裡 說了少數族 山裡面那些 然後呢 輪流去泡房 公家的 這個 他們很本土 公家的設施 然後呢 譬如那個女生 美女 像阿次官說的 李姦 可能她有十個八個男朋友 然後她一有了寶寶 大家馬上會向她求婚 鬥快 鬥快求婚 那你說 蛤?十個八個男朋友 經手 經手 誰是真正的白馬王子 誰是真正的老爸呢 這個不重要 完全不重要 要做什麼呢 她就要證明她有生育能力 她生到了 證明她大肚子 見到肚子 才會有人求婚 因為你有到寶寶 所以第一個兒子 是沒有繼承權的 這個叫實用主義 非常之實用 你們可以補充歷史 說這個 Genghis Khan 為什麼她第一個兒子 不是她呢 傳說中的 成吉思汗 這個就說剛才 阿蕭公你們說的 這個蒙古族 說蒙古族 好 其實蒙古族 由蒙古族 一向都是說歷 是搶分的 就不只蒙古族 是搶的 就算是那個時候 寮 斯丹人 或者是綠克丹 揭丹等等 他們有種要打草菊的 都是搶 搶食 搶女人什麼都可以 那為什麼成吉思汗會搞到 後來家族搞成這樣呢 話說她父親也速該 就是中途搶新娘 搶了滅尼克的 一個本來要嫁過滅尼克的新娘 就是成吉思汗的媽媽 的生母 成為她的嫡 成為她的嫡妻 她父親也速該的嫡妻 後來呢 因為滅尼克 就要報仇 就在這個 也速該身上 搶回這個 女人 她的嫡妻 大約九個月之後 就被成吉思汗 那時候就是鐵木真 就搶回 她的肚子大了 回來的時候 為什麼呢 她剛好九個月的肚子大了 是不是自己經手啊 肯定不是 因為 正史也有寫 走不掉的 她的老婆撥而貼 美人是 公認的 蒙古美人 跟我們美人有些問題 她也是蒙古 但是另一族 都是美人 人家搶 就算沒有仇都會搶 是勇士的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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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她在蒙古族裏 被搶的女人 她不會像漢人一樣 一心地缺陷 沒有這件事 是嫁給了一個勇士 被勇士搶了 原賭復書 你老公不行 就不怪別人了 後來你老公搶回來 她又不行 無所謂的 是 蒙古族裏 沒有計較 所以為何 成一絲恨的大兒子 即是勃而貼 生第一個兒子 術赤 不是成一絲恨的兒子 她自己也知道 但大家不要緊 她都是穿自己的兒子 她當自己的兒子 其實蒙古族的環境 天然環境很惡劣 真的 所以經常有孤兒 所以她們的族裏 不是那麼計較的血統 而是計較那個繼承權 和家族的關係 所以她們的搶來搶去也好 甚至是孤兒也好 有很多時候 摘憂而養 蒙古族就是這樣 這是很原始的人性 這是很自然的一件事 後來也因為這個原因 術赤在第一次西征之後 她的後人就去了歐洲 建立金像韓國 就去金像韓國 但是這樣 在後來幾百年之後 又回來 東歸 這是後侍 後侍 帶著大批歐洲美女 沒錯 但是這裡要附加一點 就是一個自然的奇聞 奇觀 這個奇觀是說 實際上有一種昆蟲 螳螂 螳螂有一個很殘酷的損偶方式 就是如果一隻虎女 黏的螳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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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叫了兩隻 藍螳螂 即是紅星 那她怎樣去選擇 跟誰交配呢 她不留一千是後的 她一定要選一個 那她就 撩了兩個打 打上來 打到最後 贏那個 即是輸那個就死了 不夠力 除了晚餐 幫人補補身 死了之後 贏那個 就得到這個女性的寬心 寬心是豁著眼 未必的 總之就跟她交配 交配之後 女性這個螳螂 有一件事 是想不到的 海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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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掉那隻 正常的說話 除了螳螂 其他雲還有類似 有類似的 不是全部 例如黑寡褲 最毒的蜘蛛 都是兩類似的 不過她是要選一隻 最能夠 基因最強壯的 我吃掉它 即是令我的後代 更加強壯 借掉你最好的 即是說 一代要比一代強 沒錯 令她的蜜種繼續成全 是的 蜜種成全 這個天然所謂 我們叫做 蜜敬天宅 蜜敬天宅 我上次提過 你身上的名字叫sexual selection 性自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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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就是 最強的可以交配 剛才你說 人類都是動物 剛才那個 其實都是有這個意味 有性自有意味 DNA 依然留在這些東西 一定留在這裏 但現代社會 多了很多規範 一路人的文明進度 令人減少了很多摩擦 其實他們是希望減少摩擦的 尤其人都知道 最未爭財之前 就爭女 原來是爭女 剛才不是說了 那些女人大家要 鬥打的 扯住頭髮 入山洞 不是跟你說笑 好像我那樣瘦 就不夠阿蕭 不是啊 大家可以出招 聰明的可能最好贏 原始時代是講力先的 你這麽大隻 見到我那些就打死了 然後才去搶女的 但你得理 後來又開始有人用腦 出招 那就比較後期了 原始時代幾十萬年 到後期真的用腦 約到金融制度 講錢是很近期的 新社時代 石器還沒有做武器 後石器時代 或者後石器的人 只是發展到木 用石來做齒 用腦的東西 其實跟用力 都不是相差很遠 其實都是在人類的 族群裏面 都是確保了所謂 強者 遺傳內 霸佔多資源 沒錯 就開始聰明 就想到資源 另外有一件事 就是女士 用了現身說法 為什麼呢 你都發覺現在女士 特別喜歡收禮物 出去收花 就算不太貴重 而心意都會收禮物 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 表示了你那個紅性 是有餘下去做無聊事 明白嗎 有空到有空去做無聊事 真的嗎 震人 第一 花草茂盛的地方 一定是多些獵物 多些食物 而你可以霸佔的地方 來採花給女士 正如你做地 天然資源 有資源 有資源 我不用讓地 你看看 地上有花 很漂亮 這是水草風味的地方 才有那麼多花草 生果 而且你有那麼多力 才能霸佔到水草 你想當霸佔事源 明白嗎 所以後來不只是武鬥那麼簡單 那些女士都聰明的 你只是有肌肉沒有用的 你的肌肉要轉化成成果 你可以霸佔地盤 明白嗎 霸佔地盤 有資源的 他確保下一代安全 上次開麥女房也有說過 為什麼女士宅偶 要一個男士那麼忠心 他懷著兒子的時候 他沒有自衛能力 你不是守著山崩 你不是有東西給他吃 他死掉了 所以他的安全感是第一 這裡我再補充一點 由人類的進步 一路由用武力之後 用腦 吃腦 其實都是要力的 但是不用腦 這個腦力 可以由差不多 四千多年前 希臘的文化開始 希臘文化 最初因為這個地方 在地中海這個地方 現在的希臘和塞浦路斯 還有有部份的土耳其 或者北非 這些地方是很豐富的 土地好 環境好 天氣好 天地好 天時地利也好 於是乎 人們差不多不用太多努力 就可以找到食 溫飽可以滿足 於是他就可以仰觀天象 你如果不是 你天天掛著賺食 你養鬼觀天象嗎 大哥 你今天都準備去 看看如何打多一隻兔子吃 希望除草 種多些東西吃 採生果也要去拿些 因為你不用太多力 悠閒的時候多 悠閒的生活 引致到你養觀天象 只可以亂想 亂想就是文化 這就是哲學 哲學發現 原來在仰觀天象裡面 看到一些事實的真理 看到一些真事 最初看到宇宙的運行 看到人間與宇宙的關係 有神話出現 這些都是靠腦 吃腦 最重要的是 後面有一個地理環境 以及那個人 是無憂無慮 你只可以 不用憂茶憂米 對 你如果那人是憂茶憂米 如何養觀天象 中國也是 到了八展到春秋戰過的時候 物質豐富了 不用每天靠打 每天靠國 就讓人打擊 就是蛋虎本的 !了解 然後小女人開始喜歡書生 香港有些年輕一代 柴又米 又沒有地方 就要恍若 重複 現在香港有些年輕一代 柴又米 為何 Steps 一個社會如果管理得好,是要令人減少了温飽的顧慮,感覺到安全,折之泳慾 譬如說,要自由、民主,後面有一個條件,你這個地方必定要有溫飽,還有那些人本身是有一個文化的趨向,他不是說要鬥力,要過 剛剛就是你說古希臘、雅典的一個文化民主制度的初刑 如果不是,他都不會想到這件事,就是大家安樂,吃點安樂茶飯 有安樂茶飯,人才會想到什麼制度,要高層次的東西才會想到 一定要高層次,慢慢的層次越來越高,文化越來越發展 然後只有美術,有藝術,不是有鬼藝術,你吃得不飽,怎麼吃 女人這個話題真是可大可小,現在港女經常投資講男 你不講男,就講不到女 剛才我說,為什麼會喜歡肥一點? 剛才說的一個很重要,就是遊牧民族和農家民族之間的一個文化上的差異 這個差異,其實在唐朝的時候,這個差異已經去了文那邊 但是最糟糕,原來他的祖先,那群老唐,李淵,那群是翻鬼佬 很多人以為他姓李就是唐人,當然不是 是翻鬼佬,你看白都翻過了 李白都是,他在中亞出生的嘛 中亞出生的嘛 現在是,色無人 是翻鬼佬,根本是嗎? 絕對不是漢人 絕對不是漢人 你別以為他作的詩這麼正,用漢文字 原來他是翻鬼來的,在那個年代有翻鬼 那個年代就大容老了,什麼都有 所以也是出現一個黃金時期的 因為文化一衝,我們現在叫衝擊 唐朝的氣度也好,對各種文化也好 環境造成是這樣的 所以其實唐朝不是只有肥婆的,老實說 南北的口味也差很遠 就算是江南和北方也差很遠 那時候就算是唐朝,其實不是獨孤單一美 是要楊貴妃的身材 如果你有留意唐朝那時候的畫 甚至是文學著作裡面 形容女士的美態 都是跟文化一樣,是很多元化 這才是重要的 所以即使歷朝,所謂西方、東西方 不同時代的美的概念可以有變化 其實主族也不是相差那麼遠 如果你是基層的條件,生育能力 再高一點的時候 就是你教養的質素 不算是這麼簡單 即是隨便是投宿虎 因為人類和其他動物很不一樣 就像剛才所說的 由鬥力變成鬥養老的時候 有一個很大的進化 即是是弱性來的 在這個前提下,人類的兒童其實特別長 因為你要學的特別多 你猴子三月都學了 生過有多難 雞一出生就懂得 沒有解釋 因為你在說禮儀餐卓班 所謂的興趣班 現在都有的 教女生如何移態 不可以做MK妹 這樣都要學 不會是MK妹沒有文化 我是說那些阿媽 那些阿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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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不是港媽 維多利亞年代 那時候英國人不是一樣 差點擺都可以 因為維多利亞年代有另一個問題 因為維多利亞年代有另一個問題 因為那時候 維多利亞年代的時候 開始 貴族和平民的分野 慢慢 開始模糊 開始模糊 於是自有權 平民老百姓 最初是貴族 或者是莊主 莊主也不能學 不要學 分級的 分等級都很厲害 中國也是 你如果穿錯衣服的顏色 你穿黃帝的黃色 或者紫色 你多生幾個兒子就對了 多生幾個兒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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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年一樣 但這個模糊的界線慢慢 多互動 於是 在那個機會裏面 那些人 開始可以學習到 大家如果有機會 或者去過 Victoria and Albert 這個Museum V&A 在英國倫敦 你會看到其中一個部門 陳列載教人 如何沖茶 當年 維拉年代 茶是極端的奢侈品 是中國才運到去的 印度也不懂 沒有學 還沒有種 當時中國的產品 茶葉 慈棄師 就是去到 世界上最頂尖的產品 黃族只有權 喝茶 最有機會 喝到茶 維拉年代的茶 已經可以成為貿易商品 即是說 有錢買到 什麼人有錢 莊園、莊主、貴族 難道打一份牛工 但開始的時候 有資本家 那些人才有機會 嘗一嘗 中國的茶葉 那些圖片 說回那個時候的習俗 如果你下午去到 那個主婦 即是那個Housewife 一家貴族的大婆 親手煲一煲水 煲一煲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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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在他那個很珍貴的茶葉的瓶裡 不少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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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閣府 然後就沖水 你找個杯 他們那些 不是中國的 潮州爹的杯 這樣 這個位置最上乘的 最大的 最厚禮的接待 後來的人自家 糖和奶 是後來加來 最早就要喝 正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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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以為還沒有咖啡 喝中國的茶 茶葉才叫做最正 你看到 剛才你說的 那個婦女 慢慢由最高級的貴族 一直下貫平民的過程 即是那個是一個中情站 慢慢去到越來越下方 現在差不多茶餐廳都有茶葉 即是你查理斯後來都跟一個平民戴安娜結婚 那個都有點貴族 現在這個就不是 戴安娜是史賓沙家族 史賓沙也是貴族 所以說回社會原格 你不說女士的角色的話 其實不會了解社會如何進化 剛才次官說到 女主人當家來招呼人的事情 當時也是一個相當大的突破 因為即使是維多利亞之前的年代 女人都不可以拋頭露面 是不行的 但反過來 你發覺到了維多利亞時代 除了皇帝是女人 管制那麼威風 在平民的百姓裏面 都是文化提升得很快 大家拼命要認是君子 是偽君子 變成真君子 是學君子 就是紳士 變成貴族的所謂君子 就是禮儀 如何對女士的對答 如何對女士的禮貌 當時英國佬是很會講究的 因為他們正在十字路口 都轉化過程中 有一個很封閉的貴族農業的舊社會 去到一個資本、商業、文明、新社會 工商業大都 中間的平衡點如何拿呢 他們用了貴族的傳統來維繫社會 為何你會發覺維多利亞年代開始 經常說尊重女性 經常說女士讚到天上地下毛 有些是過分的 但的確是可以看出 當女性的形象 變化其實 其實也有少少男性主觀意願 絕對是 要體現自己文明人的時候 就特別追捧女性 突出自己的文明 很有趣的現象 當然騎士精神力是當時 作為一個騎士的時候 你晉升身份 這個身份 以前可能是馬彤 這個King Arthur 傳說就是一個馬桶 原廠武士 後來晉升為一個武士 一個 knighthood 做了一個 knighthood 已經晉升到一個比較上層的社會 他是有資格去服務君主 這個 knighthood的意思 現在香港亦做爵士 其實是騎士 其實未必每個人都會見到皇帝 但是他有這個身份 這個身份就是皇帝陛下的一個武士 保護他 你有沒有武功 現在就沒有所謂 以前一定要 一定要 你不就怎樣保護他 你們說這麼多貴婦 現在我看到香港很多人想做公主 但是媽媽就教女兒 自小就要雍容華貴 餐桌禮儀等等 但是又不知為何 多了一個 term 叫公主病 公主是公主病 兩回事 為什麼會這樣搞成這樣 香港就很文明 歷代也有 好老實就不是現代也有 只要你種壞了女士 她就變成公主病 那是個別的 兒子也會種壞 現在香港好像整個網絡界都說 這個就有一點點過癮 為什麼要是次官查 可以可以 提點 糾正一下 因為以前的年代 你的生活困難 大家都不追求什麼家夥 太高層次的要求 禮儀、禮貌、收養 這些必須要有的東西 不會沒有 三重四德也好 你看什麼家庭 普羅的下級、中下級家庭 就一樣一腳牛屎眼 你別以為 但是家教他也有說 你不能夠沒有大沒有小 你先針茶 誰先針 變成那些 傳統文化裡剩下的東西 都仍然有 但好會說什麼公主病 公主病在於大戶人家 刁蠻公主那些 現在香港的公主病 不像大戶人家 這樣就過癮 很普遍化 中產而應上流 就產生公主病出來 為什麼呢 公主病嚴格來說 不是病 因為他在那個環境 如果是真公主的話 他真的很離地 不關他事 等於法國大戶人家 那些人說沒有飯吃 吃蛋糕 不如請他們吃蛋糕 不是他黑心 而他除了蛋糕 他不懂得吃麵包 即是說他是真公主 他有公主病 正常 問題是 照理你不是在這個環境 裏面長大 你都會有些公主病 有一個病態的問題 就不是公主有問題 是父母有問題 即是說 等於你做兒子的 鞋帶都不會綁 自小的工人幫你綁 當你公主 王子就是服務 那就覺得自己個人可以 不過這樣 你是不是真的有資格 一考起 你明白嗎 所以病不只關於公主的事 你看他父母怎樣對他 這是很重要的 因為綁鞋帶不算分 沒錯 你不要加教 你抵詐人家 因為那時候未必叫公主 其實有所謂千金小姐 千金小姐一定是富裕人家 或是貫患人家 肯定是 他一定要把自己的子女 尤其是女 要培養成為一個 與別不同的 有他的品味 有他的格局 為什麼呢 很簡單 他能夠竹門對竹門 木門對木門 將來會嫁入一個 大家庭 如果你不是在千金小姐 訓練得那麼好 沒有家教 你都不知道怎樣去代中姑 你都不知道怎樣行禮 你不知道四時 什麼時候祭祖 祭祖要做什麼 那麼 一家教 十四五歲 很早 去到大家族 那個婆婆 即是她的家婆 笑誰 不是笑那個公主 不是笑那個青蛙 笑你的貓 你沒有家教 我怎麼教你 好傷 首先來刮梅隱 影響花族聲譽 影響花族聲譽 怎麼可以 所以 很早就一定要教她 另一個字 這個英文有這個字 snobb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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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有一種 囂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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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社會地位的人懂得撩得起 是人都撩得起 他那些有一個原因 他就是要嫁入去鴻門 嫁去後門 一進去後門深次海 是你那些低下人嫁去後門 當然是深次海 他本來嫁去後門 怎樣深次海 他不過海也不深 他如何顯示他真的懂得駕馭 他將來要做家婆 他是有一個社會階級 是要配合的 尤其是藝村南北朝的時候 那個族群是很重要的 你不是那個族群 你真的沒有辦法 只是在那個族群生存 所以說你嫁入的環境 在公主的環境裡 將來要做太后 在她的環境裡 他不能夠不懂某些事情 你如何囂張呢 他不能夠串出面 對於怎樣囂張呢 就是他送禮代人接密那些事情 你看紅樓武 偉鳳二十幾歲的人 不夠三十歲 怎樣老練 怎樣老練 怎樣說話 什麼時候送禮布 布都分階級 誰時候送什麼布給誰 對這些人怎樣說話 是不是囂張 很囂張 但問題現在公主的命是 你不是那個身份 你就囂張 這樣呢 這樣就死了 這樣就死了 亂了大龍 所以正如次官所說 你有文化的顯示是什麼 例如維多利亞也有 維多利亞年代也有這些 正如剛才所說 你是要立刻招呼人家喝茶 對呀 你才煲水 你沖茶也不會 你囂張什麼鬼 這個很囂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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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簡單 如果你是懂得規矩 懂得社交的 拿一個杯 拿一個酒杯 喝什麼酒 用什麼酒杯 怎樣配法 怎樣配法 酒杯怎樣拿為正當 拿一個茶杯 那杯咖啡或茶 怎樣拿著 你怎樣在這個人群中 你作為一個女之人職招 《紅樓夢》 有一個場景寫得很仔細的 就是不要說入大觀完 老老的那隻才算 就算那天代了一場人 吃一頓飯這麼小事 喝茶的次序 一個都很仔細的 吃完飯之後 上一次茶 原來不是用來喝 是用來喝的 如果你自己一腳牛屎 不會訂的話 那杯美酒 你喝一口就被人笑你了 另外一個場面 就叫劉魯魯入大觀園 劉魯魯就是一個鄉下婆 鄉下婆 雖然有些遠房打算盤親戚 但是 叫做年紀老 拿著年紀老的三個字 就去探泰軍 就接你進來 但是 一進入大觀園 這些大家族 年輕一點 就不太喜歡你 笑他 不會給一個喜歡你 你看看 王熙鳳怎樣對他 玩了 就玩他 這隻貓就懂得選擇 選擇一個好男人 我們都這麼頑皮 還要找一個 笑鳥 找一個去做笑鳥 當是小丑 當是小丑 扭老入大觀園 其實就是被人侮辱 當是小丑 都被人笑的 玩得很欠促 對 這張相對是囂在骨子 她不會囂出面子 問題是在她待人接密的手段 就顯得出你的專卑有變 即是說同理雖然你是長輩,但我在行你 所以年份輩份你高,但你的修養比我低 所以公主病就病了這件事,而不是公主 而在乎你這個環境裡根本沒有資格去治療 他現在網上不是叫做治療,而是公主病 叫做臭串 為什麼我要拆你鞋子,為什麼要哄你 你什麼身份 你未有這個資格而蹲起公主的狂 就只有露出你的醜惡的相 就看不到你高貴 本來這些是使得你形容你高貴 雖然你高豆貓,雖然你串 雖然就絕,高豆貓 另外一件事,笑話就是 那些人見過的公主是什麼儀態 你什麼時候見過真公主有公主病的 那些叫真公主 不是因為你會跳兩部芭蕾舞 那就叫做公主 不是說你穿上衣服 有一個名牌,又叫公主 有一個名牌,又叫公主 不是懂得用刀叉就叫公主 不是懂得用刀叉就叫公主 不是說你這個禮儀 單餐穿禮儀,或者交織友誼 你知道皮毛就叫做 好,問你一句 你懂不懂怎樣去跟英女王 或者不要跟英女王 王族吃飯 你完全不知道怎樣去做 去到你硬太太 就是Mr.Been見女王 笑了 大官員一模一樣 其實根本 你見過那些真公主 王族很含蓄 他已經有底氣 不用外露 就是不用的 等於我當時在法國讀書 那些歐洲貴族不會跟你吵 為什麼呢? 他用什麼吵? 你看看他的名字怎麼寫 你不懂我的名字怎麼寫 不要緊,你不懂得扔 你不懂得扔 中國在滿清之後 全都被掩蓋 但他們愛新葛羅斯後代 他們還是很多羅山傳統 因為我有時接觸一些學者等等 他們的國學傳統 琴棋書畫等等 無論是男還是女 說回女 他們除了有學問之外 他們還有一個貴氣 不能欲滿愛新葛羅斯的姓氏 愛新葛羅斯的姓氏 愛新葛羅斯的姓氏 很多語言都懂 有個貴氣有個大氣 舉止行為 完全是一種很自然的貴氣流 不用訓練公主 所以當時我們經常說一句說話 我們是哄女人的 美麗就可以磨滅 只有高貴氣質 是永存的 真的永存的 女人就不是算你漂亮不漂亮 因為你到老了 無論如何都會掉 無論如何都會皺皮 但是大家看看 很多八十幾歲、九十歲的姓氏 貴氣 女人就是說貴氣 氣質 一行一動 以前上海人說的一句說話很對 所謂說 行有行上 企有企上 食有食上 不止 睡也有企上 其他媳婦不只是看她走兩步 又不是看她怎樣吃東西 又是看她怎樣睡 這個女人在床上大字攤開 像死豬一樣 嗨嗨聲 就像死豬一樣扯臂寒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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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誰有誰上 有沒有貴 有沒有賤呢 有 這些貴賤一定是那時候 封建社會 當然一定要說封建社會 封建社會 封建社會 那時候 上流的社會 累積了很多年的觀察 來做出來的 不是說 她說是這樣的就這樣的 也有另一件事 金庸先生的書有寫的 甚至葦小寶也有用這件事形容她 你看葦小寶的變化很過癮 居而體 養而氣 環境內的教養是如何 人也必會如何 真的王主公子 不會讓你看 就是原因 所以香港社會 怎麼會搞出一大堆 所謂 什麼港女 或者加上九宮 和陰兵 這個社會 要看一看深層次的原因 不是個別 是出現一個 百姓多人 一個偶遍現象 我有另一個見解 個人見解 未必一定是對 就是 人們的心虛 是嗎 怎樣 因為如果你反過來看 如果我說王主公子 為什麼不需要僑 因為他們有底氣 他本身就是王族血糖 因為他們有收養 又不需要有柴憂米 又不需要跟他們打生打死 他們自然就有那些悠閒的貴氣 那你那些傢伙 為什麼會假裝有貴氣 而給人看呢 因為你本身沒有底 他想要某個社會地位 所以去才會要這些 即使你不用有柴憂米 即使你現在富有暴發戶 你的底氣仍然可以改變 你心裡面有個自卑 你明白嗎 反正那個洛蘭王孫 他是習慣了這種底氣大氣 就算窮到黑食 他也是黑得有型的 真的 都是仍然有貴族氣氛 這個在香港少見 反而後面前面那些暴發戶 一出地鐵都有 他就是自卑 他就是追求社會地位 於是很虛偽 我們不是說那些所謂的王床 不要誤會 不要對號入座 這些全世界都有 全世界都有 法國人都會叫做Nufourish 新發財 今天這麼多 很開心 下次再來 下次再向兩位一起開心